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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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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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刷抖音的时候呢 还刷到安玉了 安玉呢也是打羽超的一个老将 但这粉丝量呢 最后也就几千人 对抖音里面 隐藏的高手太多了 就很多人呢 包括对他们都不是很熟悉 但其实却是隐藏的大佬 柴彪张吻他们都开了号 但大家对他们的一个熟知度 就是说很难刷到他们 而且呢 很多运动员也确实不太 擅长去表现自己 做一些很炫的一些特技 对混刷是第一场 所以我们看 就国手的一些比赛 就更多就看他们场上的一些表现到底如何 就跟场上的一个胜负关系 可能就看的不是那么重 一排转身 鼻子线的重心呢 放到正手上 八 六 都还是有一些漏球的情况出现 其实混刷呢 对这个男队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你要掌控全局 同时呢 你像混刷里面 孩子要随时注意 前场的女队员如果这一拍漏球了 没有封到的话 你后场要及时的补位 注意力要非常集中 有明显的一个抬手 应该是过高了 鼻子线呢 打混刷还是很少的 习惯呢 男双的发接发站在最前端 然后现在呢 混刷要往后退一点 就有这个距离往后移 但是呢这个也是增加了发球的这个转换 这又还是配合上的问题 机会球已经打出来了 漏掉一拍 补位呢 就晚掉了 十一比 十比半 第一局 十一比八 刘宇晨和杜月 先拿下第一局 请到仁州的这两个教练呢 也是老教练了 就我们看 应该是有印象当中 宇超联赛开始的时候呢 青岛仁州就是两名教练 女教练应该是 辽宁的吗 这个男教练呢 是湖南的 下午看的时候 其实解说也在 其实我没有说话 我在家里 跟跟 在评论区 打蚊子出来了 所以你们很多人 还是不知道 我叫什么 对吧 也不知道 哪个微信号是我呢 以为是工作人员 在跟你们说话 因为杜月的这个打法呢 是非常传统的 这个中国的双打的 本身湖北呢 他也出 女双的人才 高林 赵云磊 这都是 在混双和女双 两个项目上面 都拿过 很好成绩的选手 前半场呢 有时候说 这个球呢 我不一定 应该说就是更多的 我就加快一下 这种连管 自己这一方主动的话呢 你再加上一些变现 对方可能 他的这个反应 会有点 就跟不上 看场外的观众 我也看不到 应该是没有观众的吧 好笑 路上是全封掉 往前没能抢过 起了一个半高 水平感觉 这三个国手 但是像安徽搜宇呢 彼此见 他年纪还很小 但是像中国的 很多的 这个主力队员呢 都是在世青赛 或者说亚青赛 夺冠 或者进入一档决赛的 一些选手 刘雨晨和李军慧呢 就是世青赛的冠军 两次世青赛多冠呢 好像都是战胜了 张思维和黄凯霞 好笑 其实有封网的这个意识 没能压下去 回忆赛就是有李同这位朋友 每场都在 好笑 这一番速度起来 其实抖音的这个互动的话呢 就是他打字 就是一行接着一行 会比通过工作号 进了这个微赞的房间呢 就看上去 聊天更加直观一点 镜头起来很难说 他总共 总共就三个机尾 一个大请机尾 是我们看的最多的 就就这个 然后一个 切队员发接发的 另外两个都是 接这个发接发的 就没有什么慢动作 更别说什么 有正中的这个位置 看前 看往前球 然后呢 底线和边线 看是否出切 慢动作这些都没有了 用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我们有时候出去 就做一些微直播的话呢 就像我们的 打球吧孩子 基本上也是像这样的 三个机尾 三台摄像机 用球 用球是0的 A加90 是有一个这样的型号吧 只知道有一个90的这个型号 打这个混双 其实就串一下 你像今天下午呢 浙江队 旅学周 不也是上了 女双吗 包高仿鞋 女单也上女双 力量重了 就是往前发力 第一次线和安育 去等 10比6 下午没有讲解 下午 我有发文字跟你们在聊 只是你们不知道 哪个是我 下午的比赛 你们看了 我看这个评论区 不是很多人说 并不是很精彩吗 所以连 连这种 都 都觉得 你们都会觉得 好像打的并不是太好 下午那种 都 的比赛 都是 更多就是省队的一些队员 因为今年的宇超呢 并不像之前 之前的话呢 还是有几支队伍 差不多是四支队伍吧 相互之间会打得很激烈 并不说谁一定能够战胜谁 但今年的话呢 就彻底改变了 就是一支独打 青岛人州 没队伍能够打赢 他们这两个队伍 拿出去打苏杯都够了 刚刚不是说了吗 用的什么球 李宁的A加90 他对标的型号 应该就是YY的 05号球吧 AS05 100左右 但国际大赛上面 YY的用球呢 是300左右一通 高个选手呢 就是他的一个 左右两边的这个摆动 这鼻子剑 开始发力了 从第二局开始就变得很凶 青岛还有谁啊 青岛还有 郑思维 石宇奇 贾一凡 李温妹 杜月 陈宇飞 这样的一个队伍 拿出去真的打苏杯就够了 苏杯是明年 逢双数年呢 是汤游杯 积数年呢 就是苏杯 两名男队员 刘宇辰和笛慈倩 他们基本上都不打混双 杜月还是有奸响 女双和李英辉 混双呢 和和气亭 他和和气亭的这个混双呢 应该就是 还在正思维 黄雅雄和王毅律 黄东平之后了 在中国的应该是第三混双 他们都是什么 肯定是国有安全的 肯定是国有席 的一奸响 不是 万一的旅程 如果是举的 那么百度 其他方式 美元 肯定是大鲜 肯定是中的 确定是 肯定是 他的肯定是 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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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感觉到杜月用的是YY的拍子啊 这个配色很像YY的极光七把啊 杜月的 还是有力的 湖南 湖南在一号场地啊 抖音直播间我们一直就是直转播二号 这还是配合上太少了 这刘月成呢在一些跑位啊 然后后场该怎么去哪里 两个人呢就个人的能力比较强 这场呢应该还是靠打个人能力 双打一些基本的配合都还是有 铁柱 铁柱铁弹都在 铁柱铁弹太高了 铁柱铁这个 其他的一个冲击力啊 就整个场上的一些速度呢 会比刘雨晨的要快一点 刘雨晨和杜月更多的时间 还是在打一些控制 很多东西都已经省掉了 鸡位都只有三个鸡位了 所以一些什么挑战慢动作这些全都没有 这四线怎么判就是怎样 对 安徽这两个呢都是辽 都是辽宁队 笛子县呢国家队 基本上只打 男双 男双搭档呢是浙江队王畅 对安徽呢 他也身上五超不久了 然后别的队伍的话呢 都有相对稳定的一些球员 所以安徽呢也只能够从 别的队伍当中来挑选 很弹强的是他们 安徽人 然后笑脸于晓鱼也是安徽人 全安徽如果早几年能够升上来的话呢 估计像于晓鱼啊于晓涵啊都是可以参赛的 本来就是安徽人 对象啊 哎又是有点 有点 往前太过于着急了 没你们回合多 你们俩站站在原地 然后你一拍我一拍对吧 凭谁的拍数多 小时候没有正规接触过羽毛球的话呢 都会认为 哎打羽毛球就应该是 两个人 就保持稳定 你一拍我一拍 然后呢 长大之后才发现啊 羽毛球就是要 往没人的地方打 就看安徽打球的话呢 之前宇超的话 辽宁队还在宇超比赛当中的比赛 安徽就可以 宇超要打的稍微多一点 好球 就是南北方的一个差卷 就是感觉 南方人打球呢 就 他手上的一些变化 角度想的要更多 北方人的优势呢 就是在于 他们 就动作干脆 有力 要是 羽毛球 宇超官方介绍了 一号堂地宇超呢 他的主持并不是东方的 他成都电视台的一个主持 然后嘉宾 可以多听听嘉宾的 嘉宾呢 就是每个队伍会上一名教练 然后湖南队张文呢 是上了两场主持 第一次见到这个进攻的威胁性呢 还是能够看到 大比分落后 还发挥自己进攻的优势 搬回第二局 青岛他们上这一队呢 主要是还觉得 安徽呢 目前是小组 整个80队伍当中是排在第七位的 觉得相对可能会容易打一点 谁想派刘雨晨上场试试看 杜月打混双是没问题的 主要还是一个配合 抵此线的这个球鞋呢 就是汤油杯 今年李宁为汤油杯 新推出的一个款 酷沙二 然后 衣服的话呢 也挺好看的 衣服的颜色配色 和这个酷沙二 是比较相似的 这喊裁判长了 是现场有什么问题 这感觉 刘晨这个衣服 是有点收腰啊 有点吊着吊着 有一个医疗暂停 彼此线 大赛的话 我们频道 所有的世界语人的大赛 都会做直播的 全部都是我 抖音的话 我具体不太清楚 但通过就进我们的公众号 公众号里面呢 我们会做微直播的 电视上呢 决赛一般都有 此前呢 是从第一轮到最后一轮 都是做电视直播 后来就改为用 网络直播这种 相对轻松一点 做电视直播呢 太过一本正经 贴上一个肌肉贴 其实像肌肉贴呢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刚开始打球的时候呢 也买过 觉得这个东西挺有用的 他肩膀上贴的应该不是肌肉贴 肩膀上贴的应该是膏药 其实有时候呢 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 你们不知道他身上 有什么伤病 我们之前在长沙有一次 打这个全国业余 制补部联赛的时候呢 跟我搭档 这个混双女队员呢 她是手体的研究生 从小练羽毛球的 然后呢 其实 他的力量挺足的 但就是由于肩膀这一块 有伤 没办法杀球 杀球发力特别痛 他特别痛 所以比赛之前呢 是打了一针封闭 只能够拉高球掉球 没办法杀 打了封闭 你杀球的话太痛了 对 我们频道所有的羽毛球 都是我 那这个证明 你之前没看过 我们频道的比赛 对吧 都看别的频道 最近整个国整个国内都没有 你长洲的话 你肯定是中国公开赛啊 世界范围性的比赛 是没办法 更多的就是 很多国家的一些 对内赛 等中国打这个联赛呢 估计像日本 马来 印尼 丹麦 他们自己国内的联赛呢 也要开始了 对 就是叫笛子剑 辽宁人 应该是刚满18岁吗 现在呢 基本上没有发球过手过腰 这一说了 如果平常打比赛的时候 还有人拿这个过手过腰 来判你的 来说你的话呢 那只能够 在可能 他在玩一些套路 或者说他根本不知道 雨连的规则已经改了 只要你不是太明显 裁判现在一般都不会判 连伤了 没机会拉前 挡了往前走 慢了 不助力呢 就还是在刘雨晨 他这一拍是否会给你抽直线 或者弹起来 再明显 присWhat the ultimate男 detained 再哪怕 不知道 这就是安全 那这一拍是否能提及 不應該的 帮我 Undo доп 终于 lengthy 有点运气 敌此 现在2019年还打了世青赛的 19年的国庆还是打了世青赛 我们当时是做了电视转播 做了网络直播的 10月5号 6号打了世青赛的棒军赛和决赛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改了三岁 是说他改了三岁了 以前呢可能会这个改年龄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很多运动都这样的 但现在的话呢就会涉及到一个测古灵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孩 从小就是在一阳语校那一块学球的 然后后来呢想打这个12岁组的全国比赛 然后测古灵的时候发现 古灵比他的实际年龄 真的是实际年龄大了三岁 因为那个小孩我是很熟的 从小看他长大的 然后呢医生给出的一个原因呢 可能就是从小就一直喝牛奶 没有断过 所以呢这个钙物补充的有点过剩 导致古灵偏大 就没办法打这个12岁 这个年龄断了 只能够放弃了 比小打大的话呢 就又完全打风过了 就又完全打风过了 而且安玉呢 他后场攻一拍以后 还是想往前走 但彼此现在整个还是感觉 有点像偏这个男双 没练过 从来没练过 甄火把门打得到 两位 一秒半角 翻得出了 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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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八岁 三岁 四岁 八岁 四岁 六岁 八岁 三岁 三岁 四岁 八岁 七岁 八岁 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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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岁 8比6 成练的水 真的是成练的水 接发球还是一样啊 你不能够踩线 发财还会冰冻 包括在球没发出去的时候呢 脚步先移动 这个也会被判发 休息之余呢 会动一下 出连 对面是省队场上四个队员三个国家队了 9比9 女双几点呢 这个起点没办法回复啊 你只能只能够等前面的比赛打完了才知道啊 你羽毛球又不是说他半个小时固定的时间 打多打久 你看场上队员到了一场前面能打多久 可惜了 想法还是挺好的 控制六成的转身 谢谢橱框人送的小猩猩 失误了 后面这两分丢的有点可惜 今天羽超的比赛呢 他整个的出场的顺序 是第一场混双 第二场呢 是女单 第三场女双 第四场男单 最后一场呢 是男双 发球没有说不能够左右晃 只是说你在发球的那一刻 你保持不动就可以了 你发球之前还是可以的 其实说这个呢 主要就是裁判不不怕你的时候呢 你随你 但裁判一旦判法呢 你叫助理 打双打的 为什么不能够打混双 打混双的也可以打双打 印度的羽超 单打队员打双打 双打队员打单打 你看过 李龙大打单打 新德胡打双打 这个 没所谓的 小时候 青年队员的时候 单双都是要打的 只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呢 会 比较固定在哪一个项目当中 王小李当年单打能力是很强的 09年的全运会 当时09年想 卢兰已经 卢兰已经拿到世锦赛冠军了 王小李在全运会上面还能够跟卢兰打满三局才输的 蓝单是第四场 现在才是第一场 隔壁城地 湖南队的比赛呢 已经打到第二场了 比赛的票 这一届鱼超 没有票 没有票 以前的话是有票 以前呢 八个队伍的话 他们都有自己的主场 一般鱼超的票呢 最便宜的 你像湖南的 票面价格好像是50吧 一般就50 80 打鱼超的管呢 不会太大 当然像青岛仁州的话呢 他这个 他们的主场 释放在当年11年 青岛苏碑的那个场馆里面 我彼此见了 主要还看他这一排进攻的威胁性比较大 所以起了高球之后呢 就作为女队员 都会下意识往后退一点 先守住他这一排杀球 再一阳不要见到宋 SK这位朋友你是一阳的吗 这宋超的票还是比较便宜的 你想当年在一阳举办的羽毛球世界杯 那么多顶尖高手 林丹 陶飞 克 他们全都参加了 最后等到开赛之后呢 这个票价 真的 黄牛为了把这个票价卖出去 100块钱三招 是一阳的 这么多一阳 我也是一阳的 现在不在那个场地了 以前是在的 我知道 像湖南队的赌场呢 放过湖南财院 然后呢 林科大 中南林科大也放过 另外的话就是 湖南电信的体育馆也放过 基本上都在湖南电信的体育馆 所以小馆 小馆的这个收身呢 看的感觉要更好一点 大馆的话呢 因为就一片球 小馆看宇超的感觉会比较好 最开始呢 也放得过长沙理工大学的这个体育馆里面 山胖胖也来了 华绒 对 我知道 华绒是爱着南线 谢谢杨颂的小猩猩 六分 因为第五局 这是决胜局 宇超呢 他是每局十一分 五局三胜致 对对对 那个叫国庆体育馆 第一年的苏菲呢 我是去到了县子 那是我唯一一趟出差羽毛球的 其他全是乒乓球的 谢谢请你师送的小猩猩 所以前半场抢的意识还是非常明显 但有时候就是攻完一拍之后 如果突然间分到一个离身体稍微远点的地方呢 就这个绕头顶 准备工作 谢谢笑笑1022送的小猩猩 这个反抢的手机 直接太多了 传说中的只活在传说中的用 打球 这种推球是最容易抓的 因为这一招呢 我是深有体会 有时候我们自己打球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体效的 或者说是省队的队员 你推完这拍以后 推完然后就 会有一种蔑视的这个口吻 跟我说 你不知道我在这等你吗 动作大的 比分上还是有领先 千万要稳住 更多的还是自己出 就出手 一个动作呢会偏慢一点 另一个呢 就还是准备工作 太想去发力 哇 羽毛球肯定比乒乓球打得好 集合球又是一拍打球了 太想发力 乒乓球打个光板的还可以 上胶皮就不行 这年轻队员呢 在出现一些 机会球的时候 其实这一分太想拿了 哪一级 你就说按照那个级别吗 我应该是第二级吗 第二级 第二级还是第三级 满了 这一个阶段呢 这个球还是偏快 这青岛人舟呢 也没有想到 这还是第一盘的混霜 被底子剑和安玉 逼到这个分上 但确实这几分呢 都还是 底子剑手上的一些问题 要稍微多一点 因为混霜里面呢 确实男队员 所要承受的压力要更大 安玉前半场抢的 还是可以的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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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场的发力一定要注意 判断到了 所以一个对角线抽球太平了 刘一圈这个身高压得就没动 总爱看拍子 因为这拍线会跑啊 难道你没有这种困惑吗 不都是习惯 一个球结束之后又看一下拍子吗 把这个线稍微掰扯一点 好球 再篮 又配合上了 狄子剑呢 有点感觉安裕会接这一趟 你想接的时候呢 就接和不接直接干脆 就接比赛 哦 嗯 哈哈 哦 强点 但是呢 也只有一分 着急了 这打得太激烈了 以至于呢 直接握手了 机长 之前呢 只是做一个礼仪 或者球拍碰一下 点一下头 是打得太兴奋 还善照以前的利益